哈囉 大家好 我是貝克蘇 這次要聊的主題是 這三個是男生的地雷 不要隨便踩 什麼東西是男生的地雷 其實應該很少女生會去犯盜 但是還是說一下 怕有些人不知道狂踩自己也不知道 明明互動好好的 你感覺對方也喜歡你 正在追求你 不知不覺被喜歡的男生刷出局自己也不知道 第一個一直想跟對方聊結婚話題 也許你現在是四婚年齡 你真的很想結婚 可是大部分的男生就算他到了四婚年齡 他也不是很喜歡跟對方談到結婚的話題 除非你們在一起也許半年一年以上 假如只是在追求的兩個人互相曖昧的狀態 就去談這個很容易讓男生覺得壓力很大 不是說男生不想負責任 而是你們雙方根本不夠了解 很多男生會覺得所以在一起之後就被綁住了 感覺像是我什麼情況都不知道 我好像就被迫簽一個賣生契約 也許你在那邊說 結婚後我要怎樣的生活 我們財產要一半一半分配喔 之後錢要交給我管 生活雜費我會負責 你只要負責賺錢就好 最好的情況我想要生兩個小孩 這時候這個男生腦袋裡八成是想 我們要結婚了 什麼 我們不是第一次約會嗎 大部分的男生跟你還沒建立情感信任 在聊這個話題只會讓很多男生想逃走 因為真的負責任的男人是不會隨便給予承諾 又是在自己完全對結婚這概念沒想法的時候 要對方去聊這個話題甚至給一些保證 男生不逃才奇怪 我知道有些人可能迫切想結婚 可是結婚他不是一個急著就能隨便找一個人就結的 別忘了現在離婚率很高的 你們雙方還是要對彼此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也許半年一年以上的認識 再去聊結婚話題 又或是規劃結婚會比較合適 你可能會說 那假如他根本不想結婚 那我不就浪費時間嗎 其實你們每天相處都很開心 怎麼會覺得最後對方決定不結婚是浪費時間 假如真的急著趕快結婚就因為自己想結 又或是順應爸媽的意願 最後一兩年後離婚了 那不是也是浪費時間嗎 我並不覺得有什麼是浪費時間的 因為你每一個選擇都是你當下覺得最好的選擇 那麼之後就不會後悔 或是覺得是浪費時間 第二個是傷對方自尊 那種大雷雷的傷人自尊的我就不提了 例如你這種獲勝也敢追我 或是你這種臭宅男八輩子追不到我的啦 這種不太會出現在現實生活中的情況 我就不提了 有一種比較常發生 你是一個很優秀的女生 你對自己的生活很要求 所以你相對跟同儕比是相對有點成就的 而對方假如只是個一般人 也許你覺得你在關心對方 可是在對方眼裡你在瞧不起他 你可能會說 你應該找比較有發展性的工作吧 你現在的工作沒什麼發展性 又或是你怎麼都吃這些 這些對身體不太好 或你都沒去發展別的興趣嗎 每天都在家裡玩遊戲 也許這是你所謂的關心 其實你不是他媽 你不需要這樣 假如他是有成長心態的人 他不需要你這樣說 他自己就會去提升自己了 可是他不是成長心態的人 他被你這樣說 只會覺得你瞧不起我嗎 你管很多欸 跟你屁事 會產生出厭惡心態 因為他在跟你互動 只會更覺得你是高攀不起 他沒辦法在你身上找到成就感至尊 他不會感覺自己被需要 當然我不是要你 明明看他沒什麼優點 硬要去稱讚對方 明明對方就是個喳喳 硬要說對方優點 這樣也很怪 而是你不需要特別去關心 自然的去相處互動就好了 他有一個媽媽了 並不需要另外一個媽媽 第三個 比較 這其實不限於男女 沒有人喜歡被比較 你以為用比較可以讓對方對你更熱情 又或是會激起他的鬥志 沒有沒有 並不會 很多人遇到愛比較的人就會直接不追了 包含我也是 例如可能會說上次誰追我送我什麼 又或是我前男友都怎樣怎樣 又或是你要再加油一點 我以前的男友他那時候怎樣才追到我的 假如你跟對方互動是這樣的話 那麼對方只會覺得 我幹嘛加入這場遊戲 也許你很漂亮很美 也真的很多人追 可是實際上對方也是高價值有自己思維的人 他並不需要加入你設計的遊戲 因為比較是永遠比不完的 而裁判、獎品、規則都你來定的 你又隨時會更改遊戲規則 因為比較是比不完的 對方不是傻子 知道是這種互動模式就會退出了 也許你很喜歡這個男生 但你用這個模式去互動 就會讓這個男生離你遠去 當然也是會有很多傻子會不上啦 就是真的傻沒有自己思維的人 對這種男生來說 其實這不是他的地雷 你可以對這種男生使用 但真的有吸引力有自己思維的男人 也許你很難跟這樣的男人在一起 好總結 第一種結婚話題和規劃 不要隨便再曖昧一起使用 第二種過度關心傷對方自尊 第三種比較的互動模式 這三種要小心 因為隨便哪一種都可能讓你原本不錯的戀情 慢慢就沒了 當然不是說一定 但是感情被自己弄走的機率很大 好 我們今天話題就聊到這邊 想看我的生活可以追蹤我的IG 或是看我的副頻道 背後出生活一道未簡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喜歡 加訂閱還有分享唷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可以收到我最新稍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哈囉 我現在有線上課程服務 有興趣的朋友請不要錯過 可以點下面說明欄連結查看課程資訊 或是影片上面這個連結可以看到課程資訊 有想要免費收到我推薦的書 或是我想分享的私密內容 可以在下面說明欄點電子信箱連結訂閱 那感謝你的收看 掰掰